大家好!歡迎來到閱讀錄小單元 今天要來介紹的是如何挑選屬於你的字典 在挑選字典之前我們先來了解一下字典有哪些種類吧 這樣很明顯是大、中、小 也就是我們有分口袋型、學生型和暗頭型 剛剛有提到三種類型 那這三種類型的差別在哪邊呢? 那口袋型很明顯它就是小巧方便攜帶 但相對來說它的字就會比較小一點 再來是學生型 也就是我們現在目前最多人使用的一種類型 為什麼呢?因為它大小是適中的 像一本書的大小而已 然後它的字大小會剛剛好 再來是暗頭型 不明思議它這麼大本 所以它裡面的解釋非常非常的精密跟精細 也就是比較會適合拿有習慣語言研究的人來使用 接下來我們直接用實際的案例來解釋 很明顯它的解釋就是它的版面比較小一點 然後它的解釋也不會太多 但是它一樣有非常多的例句 寫單型同樣也是例句 然後還有跟一些解釋 但是它的字比較大 然後整個版面比較清楚 按頭型的字點很明顯的 它的一字旁它就有多做其他的解釋 例如說字一字是怎麼來的 然後甚至在怎麼樣的情況下 它是的出處在哪邊 然後它的照樣照句也是 這樣翻一翻應該是有十幾頁來著 就是非常非常精細的在解釋一這個字 接下來要教大家 要如何挑選屬應的字典呢? 字典很簡單 你要先了解你的需求 我現在是在學習的階段 我需要學習要到什麼樣的量呢? 如果我是小學一年級的話 那我可能就不要用太艱深的字典 我可以挑小學生字典 那小學生字典裡面有作音 就是包含解釋下面都有作音 這種類型可能會比較適合 一二年級 當然還是要爸媽輔助會比較合適 它的內容除了要簡單 還有比較清楚以外 它的解釋可以不用這麼難 就是不用再有多三四個意思 這樣會容易讓小朋友去混淆說 所以原來這個字到底是什麼意思 如果是進階者當然就不一樣 如果我已經對用字或是練字看作音 非常熟悉之後 我可以自己看的話 就可以挑選 只要有些男字有作音 那其他下面的解釋 我就不用再有作音了 假設我已經五六年級了 可是我還在看一怎麼寫 二怎麼寫的話 可能就有點和我的等級有點不符 所以就可以再挑選哪一點的字典 那再來更深的呢 就是真的是對字典非常非常有興趣 人或是小朋友大朋友 那你就可以升級提升成像這種大字典 可以滿足你所有對字還有詞的一切欲望 可以敞揚在文字之中 現今我們大家最常使用的其實是學生型的字典 但是學生型的字典呢 還是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像一二年級使用的 就絕對跟五六年級會不一樣 但是這個問題點就在於我們各個大朋友小朋友要購買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想說我想要一本買到好 可是通常都會遇到我剛剛提到的問題 我建議各位可以先挑選五六年級就已經可以使用的字典 在那之前呢一二年級的時候是由父母帶領小朋友去學字 再來是五六年級之後他就不需要你帶人 他可以自己看 同時他下面也不會有注音讓他覺得說 我已經是這個Label的人了 我還要看什麼注音 會比較合適 所以非常推薦學點這一本 再來挑選的第二步就是 我們可以先看字典的身份證 字典的身份證要怎麼看呢 通常在字典的前面或是後面 它都會有一個版權頁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更新時間是到什麼時間 那再來是還有一些它要如何使用 你可以大概先看一下 適不適合這是你要挑的字典 再有一個額外補充 像我們的字典啊 這種版的 它在外包裝是皮的 這個小補充的點就在於 像這種皮的啊 它讓你翻的時候啊 比較不容易損壞 那我們大家都知道這種字典用久了之後啊 這個皮 因為你一直其實時常在使用 所以它這個就會掉 它可能用到幾十年之後 它就必須要汰換了 但是像這種皮的 它就是設計要讓你用一百年的 所以如果有想要一次買到好的話 也是推薦這種類型的書籍會比較好 再來英文的也是一樣 像口袋型的鬆 它也是要讓你方便攜帶 然後翻越 所以它的皮也是塑膠的 比較完美的完整版的 你看它的書皮 是皮的以外它還多加一個書套 就讓你可以翻得長長久久 查到每日沒夜的去研究語言 最後一個是最實際的 不管是誰要使用 都建議它可以自己 親自來使用 看看它是不是熟悉這個字典的編排 還有它的字大小合不合適 不論是口袋型 學生型 或是按頭型 都會有自己適合的方式跟習慣 每一本字典都有自己 特別的用法 或是特色 接下來推薦以下合適的字典 喜歡這部影片嗎?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追蹤我們的FB、IG 還有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開啟訂閱小鈴鐺 才可以收到最新消息唷 我們下次再見